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网络 我是你老朋友佳老师 现在咱们来体验一下国厂VR动作游戏 冷冽领主,Gramlord 游戏有合机猫工作室开发 VR一体机版的免费试亡demo 在22号上架了Q2的Apple Lab商店 当然,PCVR版demo也是同步在SteamVR上上线 印象中,PCVR版demo之前就有提供过免费试亡 当时Q2版,这只是第一次见 游戏的整体框架就属于VR戒斗类型 有数十种武器可以选择进行不同的装备搭配 只是不再是那种竞技场格斗式的 而是在故事驱动下探索地图 消灭沿途的敌人和挑战富有难度的BOSS战 不过游戏的完整内容呈现 还是得等到正式发售 我现在个人最好奇的还是 游戏在VR一体机上的画质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二话不多说 赶紧去到游戏里体验一下 OK,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游戏 你可能在刚加载进入游戏场景的时候 会感觉有些掉帧以及这个画面上的一些波浪 那是因为他使用了这个APPSW插针技术 现在他是用36帧模拟到了72帧 那有一些围影是正常的 不过你一旦正式进入游戏加载完毕之后 这些状况基本上就不会出现 我自己测试了一下 在1.2倍的渲染分辨率情况下 他都能稳定地运行在72帧的帧率下 包括在整个战斗场景里面 他都可以非常稳定地运行 你到时候可以注意到我画面里面这个性能插件 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平稳的一条线 因此这个游戏的图形画质在VRX机版的表现里面 也是相当OK的 到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你拿起的每一个武器 包括你现在这个身上的盔甲 它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表面光泽的效果 以及一些模型的精度也非常的高 当然大家都是要手动把C2的GPU和CPU的性能等级拉到5 不然默认的渲染分辨率运行下 它的那个锯子还是很多的 这个游戏初始场景里面 它缺少了很多的引导 比如刚刚前面那个魔法和这个雪的药瓶 它都没有指示 我是后来自己才发现 原来你可以装到自己腰间的这个小的小口袋里面 然后包括这个武器 它的这个宝箱其实就是你的仓库 你可以把你生成的武器丢进去 那重新在这个面板里面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再把它生成出来 因为这个游戏 它是你可以自己制作自己想要的武器造型 就是说你可以更改它的剑柄 剑身或者剑靶 所以你生成了武器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丢到自己的这个仓库里面 作为一个保存 然后就是这个游戏里 你失去武器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习惯 就是它会突然间在接近你手掌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降速的过程 并不是游戏卡了 只是它设计是这样的 游戏里的武器你可以装在腰间 也可以装在自己的背后 我这里面的武器 它其实有一个金币系统 就是你如果要生成一些 改装一些武器的话 那它是需要你的消耗金币 金币可以在你游戏过程中 通过击杀敌人获取 比如我现在走在这里 把我这把剑丢到这个木桶里面 它就会增加336的金币 然后在这个武器生成的这个工具栏这边 大家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第一列就是你的剑柄 中间这一列是你的剑把 第三列是你的剑身 那大家可以组成不一样的结果之后 然后按中间下面有一个零单 点按一下它就会生成 这样你就可以获取自己想要的武器 不过每次生成武器 都会消耗一定的金币 这个武器生成工具 如果你要切换成不同的武器的话 只需要撞动它 它在不同的面就有不同的武器类型 比如这里是制造一个弓箭带 我们点击生成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弓箭带拾取 放在腰间 既然有了弓箭带 那我们还需要生成一把弓 我们点击这个长弓 这里只有长弓这一种类型可以选择 那不像其他一些VR战斗游戏 它里面的弓箭是 直接就能生成了 你在这个游戏里面 必须要从你的弓箭带里面 拿出弓箭 再进行试试 游戏里还有一些魔法武器 比如说你用不同的魔法宝石 跟这个魔法杖合并一起 就可以生成一个 基于不同功能的魔杖 那到这里 我们基本上已经把武器 整备完毕了 就可以前进到游戏的 关卡里面进行挑战 我觉得它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在这个一段的过程里面 并没有明确的引导 很多东西都是玩家 你自己进来之后慢慢摸索出来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改进的 那接下来我们走到门外 门外这里呢 有一个就是地图撞盘 你只要撞到自己想要去的这个地图 会出现一个相对应的宝石 我们拿起这个宝石 按住这个握边按钮 就可以传送过去 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游戏的 第一个观察 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大家可以关注 我在战斗过程中 整个帧率的表现 是不是像我视频开头说的那样 那么的稳定 那这个游戏 我个人感觉吧 它的动作机制呢 其实偏一板一眼 整个的游戏战斗节奏 也是比较偏慢的 进行防御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你的武器 放在对方攻击时的这个路线上 就能把它给格胆住 然后它这游戏里面是有这个血量的 你要时刻注意 如果你格胆失败了 其实它的伤害的值还是非常大的 那它有一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就是 你灰箭 打到怪物身体上的时候 没有那种肉体的实体感 比较有手感的 也就是你防御的时候 你防大这一下 会有一个音效 然后你会感觉 哦手感还不错的 但是其他情况 你切在这个怪物身上 你感觉自己是在切空气 它的那种触感和阻力 基本上是没有的 应该说游戏的整个战斗方式 确实是非常的冷兵器 敌人攻击你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前摇 让你来判断 作为一个防御或者躲避 然后我是建议大家 尽量的都攻击它的头部 它的头部其实是它的弱点 当你面对这种手持盾牌的怪物的时候 战斗难度就上来了 你的每一下攻击 都会被它轻易的隔担住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意识到 你的右手手柄 其实是可以做跳跃 还有这个闪避的 你可以通过你的右手手柄的A键 闪避到另外一个方向 通过攻击它的这个弱侧 或者是直接跳起来 去砍到它的头部 这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怪物现在拿着这把盾牌 是不是感觉它表面的纹理 特别的高分辨率 看起来就特别的精致 这是这个游戏 对于盔甲 比如说还有武器装备方面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塑造 还有包括玩家 你自己挥动武器的时候 感觉也是特别好的 真正的问题还是前面说的 就是你打到怪物身上的时候 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肉感反馈 当你血量告急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及时用药品补充自己的HP 其实我玩这个demo的时候 总是感觉缺少了一些什么 后来才意识到 是没有背景音乐 这游戏没有背景音乐 所以说它的demo里面的 氛围营造就没有那么好 同时就是你击中敌人 或者说敌人击中你 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反馈 无论是视觉层面的反馈 还是音效层面的反馈 都没有做到一个明显的标识 也就是你格挡住敌人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黄色的一个特效 会提醒你 还有一个明亮的一个打击车嘛 那其他时候就没有 我觉得这是需要 开发者做的更多的地方 那一旦你被杀死的话 就会被传送到整个地图的一开始 重新开始这个光卡的挑战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游戏 大家还是非常值得去免费试玩一下 这个demo的 毕竟是我们国产 VR游戏开发者自己制作的游戏 它在这个图形画质的表现 还是非常出色的 从战斗机这层面 它对比剑影无魔法 或者是战斗机 都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选择哪一类的VR进入游戏更适合你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陪着VR成熟 落地VR角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 感谢就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 投币 转发 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